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事那儿干活都瀑布是像那个什么左的像小迷孩似的一个 你看她那来根本再也看不出来的像干活的一样 灾难降临 女儿的爱让她在绝境中创造希望 就一股劲我就冲出去了 上叉劲去就挑了一个高脚杯回来 然后到航久了 自己对着那个空气就这样 我说 哥老师干杯 来吧 告别过去的我 我还要创业 为了扩大规模 她把苗奢给农户 为了打开市场 她把果奢给客户 非常破辣 非常虎 这个女人太厉害了 看辽宁省丹东市的单身辣妈张春平如何跟往事干杯 实现财富逆袭 欢迎收看制服经 我们今天的主人公是来自辽宁省丹东市的张春平 张春平是一个十分爱美的女人 上山也要穿着十厘米的高跟鞋 可人家干起活来 水里泥里可从不含糊 而且做生意也是风风火火 客户怕她的水果不好卖 她说 没关系 把水果奢给你卖 卖了再还钱 朋友们都说她是个东北虎妞 可这个虎妞就是靠着这样的经营之道 每年能赚上上百万元 今天一大早 张春平就显得很紧张 她要带记者去农户家里抢购一种宝贝 今天是她今年的第一次抢购 如果今天抢不到货 她将会丢失一个大客户 今年因为天气的原因吧 产量也不多 我比较早起 不知道能不能收购成功 那今天成不成还不一定是吗 不一定 但是给足钱应该就行吧 对啊 对啊 所以我今天先去把这个现金 你看我那个现去求的现金 这东西这么值钱吗 对啊 它特别值钱 在我看来像金豆子一样 人呢 张春平今天想抢购的金豆子 到底是什么呢 你好马哥 你好 我也过来看看股 好嘞 好嘞 快点 进来看 张春平要收的宝贝 就藏在这些藤腕后面 可记者看清眼前的东西时 却感到十分奇怪 这树上的果子和平常吃的几元钱一斤的青枣很像 这难道就是张春平口中的金豆子吗 我要是就要你这样的果 你多少钱能给我 最少的六十块钱吧 就完全走不了 卖不了 太贵了 加上包装 你加上这个果的损耗 这一个可能是一斤就要背到八十多 我要给到批发商的话 批发商再往外面怎么卖 它小卖呀 可以卖出去 但是像我这么大量的话 不太可能 好 去倒这点 这样的果子果农开价开到了六十元一斤 张春平一开口 说了一个数 直接谈崩了 你开玩笑吗你大哥 我跑这么老爷爷来 我测一会就来了 你这不行不行 那你 那不是 那你说你想给我东西 我要给你 我给你加钱 你不准喝我脑啊 我是再来给你买啊 我就给你三十五块钱 那想都别想的 那你想都别不要想 你别走着 那喝去喝去呗 果农开价六十元 张春平还价三十五元 几乎砍掉一半 张春平砍价怎么这么狠呢 原来就在去年 这种果子的收购价 也就是三十五元一斤左右 然而今年受到了道春寒的影响 这种果上市时间推迟 可难就难在 张春平正好在这节骨眼上 接到一个客户一千斤的订单 一面是高于以往的价格 一面是不能流失的客户 他该怎么办呢 但他接下来的做法 让人捏了一把汗 张春平和果农提出 他只要十八克以上的果 那咱们就按这个客户行不行 按这个价钱 你要是这个客户还不行 还不行大哥 你行不行了你 你讲个家 就是这个我还考虑考虑 就按到这个往上 咱们要给你 你看你就按这个客户 我马上就一手叫钱一手叫货 好不好 你要是那么选的话 我这里就全 基本上全叫你选不行 肯定不行 你要是说按这么大往上还可以 就从这么大开始就可以 我咱就 你考虑考虑 这些你都可以选 那拉倒吧 你看你 我说大哥 我是诚心诚意来跟你讲过 你也不能 咱们也合作过 你现在也不行 那不行 肯定不行 你看他这一圈就差 他就差两三 本来是只准成功 不准失败 没想到张春平又提出了一个要求 对 他这生意到底要怎么做呢 你看哈 大哥啊 咱们说哈 什么呢 你卖就卖不卖就卖 你卖什么 你价格再上不了 是不是 你给我这个价格 我跟你说 我不骂人 就说好不了 别别咱做声音啊 不骂人啊 别我给你讲点 你记头白脸 那你慢慢不唱音 你再你卖什么 是不是 眼看着这次收购要失败了 没想到张春平说的一句话 不仅立马让果农同意了合作 而且双方都非常满意 你量大 这是一个大人的国家 咱们长期合作 这慢慢不是一把做的 你要去哪个多大人说这句话 行 那咱就是定好了 好好好 那咱就这么做 别生气了 笑一个 哈哈哈哈 我考虑它一个是我的量大 而且是一个长期合作的 咱这个东西每年都结果 考虑到这个量大以后 如果这些小贩拿不了的话 咱需要 需要这样长期合作 需要这样长期合作的大的国上 我们也想和这个国上都固定 几个国上都稳定 长年和我们合作 原来张春平提出 他可以将价格提高到40元一斤 今天还要多收购一倍的果 总共收购2000斤 日后可以长期合作 以后每季的果 他都按市场价包修 不仅如此 这一次采摘工人的工费 他也包了 张春平之所以敢拍着胸脯 要这么多的货 而且还敢承担工人的费用 一来是他要保证客户的订单 同时这些果在他手里 根本不筹卖 2017年 靠着这种水果 张春平销售额突破了700万 也是这种水果 在他最困难的时候 把他从人生困境中拉了出来 这种让他收获财富 改变命运的果是什么呢 张春平带着记者 来到了当地一个游客密集的地方 宣传自己的产品 为了吸引游客的注意 他故意拿一块布 把他的果子盖了起来 还来了一个惊喜试吃 见过吗 没有 他没见过 确定是水果不是虫子 您尝一下 爆浆 小强 爆浆 别害怕 别害怕 小强 爆浆 小强 爆浆 内障都出来了 小强 小强 现在你要说不知道 还可以多吃几个 对对对对 怎么样 像 像蜜猴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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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 不是 你看这个是啥呀 这个是啥呀 您见过吗 没见过 没见过 好吃吗 可以吃吗 可以吃吗 他不看的像什么呀 像个枣子 有点印象 看的就像是枣 见过吗这个东西 没有 葡萄 葡萄 绿色葡萄 哎呀 蜜猴桃吧 对啦 看起来像枣 吃起来像蜜猴桃 这就是软枣蜜猴桃 软枣蜜猴桃 是蜜猴桃家族的小矮个 比起普通蜜猴桃 软枣蜜猴桃表皮光滑无毛 果肉翠绿 果子乌黑 食用起来不用包皮 一口一个 张春平的特等软枣蜜猴桃 一颗就能卖到近五元钱 朋友们眼里 张春平直帅爽快 但事情总有一股冲劲 朋友们给他起了个外号 没摔着吧 非常破烂 习惯性的叫到虎妞啊虎妞啊 就是开玩笑 叫到时间长了 就变成真的了 这块应该能上去 但是 这样一个朋友眼里 颇辣强悍的女人 背后却有一段心酸往事 2009年 33岁的她结束了一段婚姻 成为了单身妈妈 带着11岁的女儿回到了老家丹东市 然而身处困境 努力想走出人生的最低谷的她 竟然无意中打开了财富的大门 几年时间成为了年赚百万的潇洒辣妈 2010年的一天 离婚后心灰意冷的张春平 去邻居家聊天 偶然尝到的一种果子 给了她一个意外的惊喜 她发现 以前山里随处可见 没人稀罕的野果子 现在竟然卖上了让她吃惊的价格 当时特别贵 因为当时一问是一百 好像是一百七八十一斤 我当时特别吃惊 我就算了一笔账 说如果我自己种 我哪怕种十亩地 一亩地我产 它个三千斤两千斤的 那我那个利润也相当可观 所以说我就是 这个东西太有前景了 我一定要做它 张春平敏锐地察觉出 商机来了 她把二十多万家产 全部拿出来 租了三十多亩地 又借了十五万 购买了七八个品种的 软枣猕猴桃苗 她迫切地想要靠着软枣子 走出人生低谷 我马上就想要证明自己 迫切的心情 觉得我要做出一种东西 一点东西 一点成绩来吧 让大家看一看 突然想把一种生活 变成另一种生活方式的时候 那个心情是挺着急的 2010年6月 张春平的软枣基地建成了 但是这个爱美的女人 到底能不能做成这件事 她到底能不能赚钱 很多人十分怀疑 没有串高跟鞋下跌的 农村的干活都瀑布是像 那个什么左的像小迷孩似的一个 你看她来根本再也看不出来 都像干活的一样 每次来了都是水光溜滑的 这个装画得也挺好 发型也非常飘逸 感觉这人他哪是干活的 这也不想干事 别看朋友说她是虎妞 但张春平平常的风格是这样的 张春平是一个十足的小女人 她爱美爱打扮 生活中几乎天天都穿高跟鞋 甚至爬山也穿高跟鞋 她的鞋柜里 只有一两双平底鞋 剩下的十几双都是高跟鞋 如此爱美的她 到底能不能干成 很多人都有质疑 2012年7月 张春平的软枣猕猴桃基地 就发生了一件 让他现在想起来 都十分伤心的事 而我们采访的这天 正好碰到了相同的一幕 一场大暴雨即将来临 张春平立刻赶去基地 争分夺秒保卫自己的财富 你怎么采取电话 打了几遍电话了 干嘛去了 雨下没下 雨下没下 你马上找三十个工人过去 然后把他们的迷雨伞拿过去 拿着那个铁销和那个锄头什么的都带过去 我马上我马上过去 我们抵达基地时 雨势正凶 张春平十分焦急 就在这时 张春平做了一件 让记者十分意外的事情 我到那边喊工人去 你现在得去了 张春平连伞都顾不上撑 即使穿着自己最喜欢的一双高跟鞋 也一点没犹豫 一脚踩进了鱼里 现在下雨 快走 快点快点 快跑快跑 现在雨小了 来来来 快过来 张春平抢救的 就是自己的这片 软枣猕猴桃苗 大雨很容易把地势低洼的软枣苗淹死 苗周围这个水 一定要把它排出去 你现在看这个 放 搅进去吧 是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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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这个苗子有一点危险 有一点危险 有一点危险 抢救吧 你看我这一点苗 但是我这一点苗也价值十多万 就这一点是十多万 是 是的 那今天这个损失的话 你觉得大概是有多少 也能损失个三四万块钱吧 就这一点能损失三四万呢 是的 所以说 每时每刻都得小 装苗装苗来 快点 快点快点 2012年7月的那天 张春平经历的情况比现在严重得多 那时候他根本没什么经验 把软枣猕猴桃基地建在了地势低洼处 那场大雨下了整整四天 张春平大半的苗木都被淹死了 短短几天 张春平几乎赔光了一切 所剩的只有泪水 真的是哭 躺在被窝里吧 一个人哭 我也不敢出声 然后害怕孩子也听见了 我知道我是没有希望的这种的 张春平失去了希望 朋友们认为 这个单身妈妈男友出头之日 谁都没想到 女儿的一句话 给了她振作起来的力量 在我最困难的时候 她反而倒是 就是那种很坚定的跟我说 说妈妈你干你干 有我在 我和你俩一起努力 我说最不行的时候 还有我在吗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觉得 就有这样的女儿 值得我去努力 她都能给我鼓励 我为什么不能自己去努力 女儿的话 让张春平再次振作起来 那一天 从来不喝酒的 她冲出家门 去超市 买了一个酒杯 就一股劲我就冲出去了 上超市去 就挑了一个高脚杯回来 然后倒行酒了 自己 自己 自己对着那个空气 就这样 我说 跟往事干杯 来吧 告别过去的我 我还要创业 从头来过 张春平痛定思痛 她认真思考自己失败的原因 到底是什么 不久后 张春平结识了一个人 正是这个人 让她找到了方向 她叫陈良 这种苗繁育技术 在当地很有名气 张春平早就听说过她 2013年3月的一天 张春平来到陈良的 种苗繁育基地 看到陈良基地的 软枣猕猴头 长势旺盛 张春平意识到 自己对于技术方面 根本就是一张白纸 张春平产生了 拜师的念头 可没想到 陈良从看到 张春平的第一眼起 根本就没瞧上她 更别说教她技术 那个时候我觉得 穿着挺羊的 穿个高跟鞋 弄得干净利索 长得挺漂亮的 我想这小孩 不可能能干这活 这个活实际是 很买她一个活 那时候给她设了些难题 不想让她去 就跟她难走就得了 张春平看破了陈良的顾虑 为了打动陈良 平时那么暧昧的她 二话没说 换掉了高跟鞋 穿上了工作服 灰头土脸地 在陈良的基地 干了六个月的活 哪里的活脏 就往哪里冲 甚至有一次 在大棚里差点晕倒 陈良终于被打动了 干活活猛啊 能这么吃苦 这小孩已经不多了 我想让她难倒这关 没难倒 我看这小孩行啊 那就待待看看吧 在陈良的帮助下 张春平进步飞快 一年后 她软枣猕猴桃基地的 肿苗掌势喜仁 可就在这个时候 她却干了一件 别人十分不理解的事 她把自己好不容易 培育出来的 软枣猕猴桃苗 直接发给了附近的农户 我那个时候我就觉得 放长线钓大鱼嘛 我当时就是想做一个 长效的 一个长效的农业产业 而不是说单纯想卖几年果 原来 张春平心里早就有了一个计划 他意识到 软枣猕猴桃属于小众品类 要占领市场 就必须要有规模 靠自己一个人做 是不可能长远的 只有带领老百姓一起做 才能把丹东市 软枣猕猴桃的名气打出去 所以张春平 把种苗以低价 奢给农户 等果长出来了再给钱 他还承诺 接出的软枣猕猴桃 他要包回收 这样的方式 在三年时间内 几十户农户和他一起种植 到2015年 种植面积扩大到一千亩 软枣猕猴桃三年挂果 四到五年疯产 2016年8月上旬 张春平的软枣猕猴桃 大部分已经到了七成熟 员工都担心这么多果怎么卖 因为当时已经有人开始抢着上市了 软枣猕猴桃越早上市 价格就越高 别人都觉得这是一个赚钱的机会 可是张春平却不急不忙 因为他发现一个更能赚钱的机会 软枣猕猴桃它有一个特点 这个果子成熟不成熟 你的右眼是看不出来的 所以现在市场上混乱的就是 有的人他为了抢占市场 那果子早点下来 它的价格高一些 所以说它软枣猕猴桃不成熟的时候 他就把它摘下来了 摘下来以后 它放到一定的时间 一定时间段的时候 它也会变软 但是因为它没到成熟期 它的糖分还没有进去 没有上来 所以它的口感是特别不好吃的 这样的产品到消费者的口里以后 就是说哪怕它25 他们吃了以后也不会再去第二次 因为它完全没有口感 其实张春平在软枣猕猴桃 还没成熟的时候 就瞄准了一些大城市的 连锁精品水果店 当时他找到沈阳一家店的负责人 对方说的第一句话 就让张春平很兴奋 这些连锁店的货量要求很大 消化自己的软枣猕猴桃 绰绰有余 张春平做梦都想和他们达成合作 要想和这么大的水果店达成合作 就必须保证品质 在别人着急抢占市场的时候 张春平反其道而行 他的果必须要完全熟后再采摘 还要经过一系列严格分选 保证品质 张春平还做出一个胆大的决定 他要赌一把 和他合作的水果店 他要先发货 让顾客满意了再收钱 优质的品质和诚恳的态度 赢得了很多水果店的认可 张姐这个软枣还是比较甜的 整个同比其他基地的货的品质 还有价钱还是比较合适的 2016年 张春平自己的200亩软枣猕猴桃 亩产3000斤左右 光金苹果的销售额就达到600多万元 2017年张春平还在丹东市 开了一家软枣猕猴桃特色果汁店 把哥哥等级的软枣猴桃充分利用起来 制作成果汁酸奶等饮品 很受消费者欢迎 当年销售额超过700万 如今张春平不仅靠着软枣猴桃 走出人生低谷 爱美的他也收获了真正的美丽人生 张春平告诉记者 他之所以每天穿着高跟鞋 是因为他其实是一个非常要强的人 他不喜欢矮别人一头的感觉 在创业的过程当中 就是因为不服输的性格 支持着他一直勇往直前 他知道一切靠自己 只有努力才有回报 想了解节目更多内容 请关注我们的官方网站农事网 以及农事网官方微博 微信 移动客户端 同时欢迎登陆央视网浏览查询 您还可以直接扫描 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致富金官方微信 获取更多致富信息 广告之后 一起来看下期节目 为您安排了哪些精彩内容 他年轻时拼命读书 就是为了能离开农村 如他所愿 毕业后他进了城 还通过奋斗 成为一所重点中学的副校长 可退休后 一次偶然的机缘 他跑进深山 养生了一种非常特别的鸡 一个是拼命想离开农村的人 一种是乐于在田野山间活动的鸡 他们的相逢将会碰撞出 怎样的火花 看天津市冀州区的胡金燕 如何从一名老校长 变身成养鸡高手 靠一种能飞的鸡 创造千万财富